wwwww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EO ok 我們現在要來打這一次神魔跟奧特曼合作的夢魘集 那這個夢魘集叫做惡事例的野心 那我帶的隊伍是星矢隊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如果要帶這一隊有兩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血量要超過3萬5 對那為什麼要超過3萬5 就是因為我們第二關這一個隱身齁 他是打3萬4千多 那保險起見我們就是把血量弄超過3萬5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有耐心 因為這一隊並不像做球給超人的隊伍一樣 打得那麼的順齁 那有些地方可能會比較磨一點點 那如果急了亂開招可能就翻船的機率會非常大這樣子 好那第二關這邊的話是 打你之後會鎖你攻擊跟技能 鎖5回合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需要有耐心的地方齁 你如果這邊一急 一亂開招或者是你沒有削到星 這邊都有很高的機率會翻船 所以這邊一定要小心齁 就是這兩件事情比較重要 那這一隊打起來穩不穩 我會給他大概 如果滿分是100 大概給個7-80左右 其實這隊用起來真的是蠻穩的齁 勝透是一直到我們現在 雖然合作已經過了大概1-2個版本了 不過我覺得還蠻穩的 這個隊伍真的算是還蠻萬用的這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 影片因為我打得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會有你們剛看到的快轉 或者是說就是 陰鬼感覺怪怪的 就聲音怎麼好像突然跳一下跳一下這樣 因為我有把很多我思考的地方剪掉這樣子 因為我私底下在轉的時候 我不像開台一樣就是會花那麼多時間 呃去講解或者是幹嘛 我就是沉默不講話 那畫面上可能就是看起來會比較乏味 所以我就把很多思考的地方剪掉 好那剛剛第二關的話 他是那個打死之後會復活變強齁 攻擊跟血量都會變3倍 所以那邊一樣要小心 如果覺得不夠就是開心死了 天馬流星拳去追打這樣子 好那第三關這邊的話是那個 隨機combo法應3-6combo齁 就最多6這樣子 嘿那這邊一樣齁 就是我剛剛說的耐心耐心好不好 耐心拿出來齁 你不用想說打他好像都沒傷害 要不要開招不用不用就是慢慢磨過去 好那二血的話是打你之後會墊3顆齁 然後你沒有消到強化珠會反擊這樣 那這邊的話我是開了子龍的炸板 加上星矢的天馬流星拳 我是為了確保傷害夠啦 對然後再加上強化珠的必要性齁 所以才又開了星矢 對你如果有辦法就是開子龍 然後再開其他隻 然後也一樣是弄出強化珠的話 傷害也覺得夠的話那是ok的 不一定要開星矢齁 好那這邊的話 雖然過得好像比較久一點點齁 這邊雖然打的時間好像比較久一點點 不過每一關大家可以看到說打 其實都還算蠻穩的這樣子 好那接著來到第四關 是一隻木具象跟一隻木魔象齁 那一個是紅燈挺綠燈型 一個是不能消到木 那消到木的話他會反彈 那可以看到說左邊這一隻木具象 看我們已經是骷髏頭了 那就不用多說了 就是我們絕對不能被他反彈到齁 對所以這邊就是要小心不要消到木 這一關如果就是要用星矢這一隊的話 真的就是比較吃耐性這樣子 對那他是可以解雙成就的隊伍 就是隊長戰友相同跟隊伍中有三種屬性 那你如果說就是冰河想要換掉 因為其實我老實跟大家講 這一隊最必要最必要的 就是我們的子龍、銅虎跟西歐齁 那這三隻為什麼說很重要 因為他們有隊伍技的加成 可以把血量拉高到現在這樣子 就是三萬七 那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這一隊最好血量要高過三萬五 第二關才會過 好那你最後一隻冰河 你如果想要換成順 換成一揮其實都是ok的 那開招的話大家就是自己去斟酌這樣子 我這邊帶的是冰河 為什麼我會帶冰河 其實吃的就是他的鑽石星塵齁 時下的水追打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雖然我好像沒有用到太多次啦 不過我覺得這樣子帶著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一關是那個強化五鼠盾齁 你少一鼠他就是巴你一下 少兩鼠就巴你兩下 就是追打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我就是開了西歐 然後加上我們的那個龍克爾 點下去的第七桿 然後再加上天馬流星拳的追打齁 這一關的血其實也蠻多 強化五鼠那一關的血其實 有大概一億把左右 所以那邊也是要特別小心齁 好來接著這一關是消心扣血齁 那消心扣血一顆是扣5% 所以這邊要消20顆 那除此之外他還會燃燒齁 那燃燒碰到的話就是扣10% 那這邊的話我是選擇開了星石的變身一技齁 這邊就可以製造出很多的星 那注意就是不要被燒到啦 對 其實不管你在什麼時候遇到燃燒都一樣 就是盡量不要被燒到就對了 嘿這樣子就會比較安全齁 好那第二條血這邊的話看到了 非常討厭齁燃燒微塵 而且燒一個就扣20%齁 所以我剛被燒了三下這樣就扣了60% 加上他會越扣越強齁 第一下扣你25% 然後再來扣你50% 75%100你就掛掉了 對那這邊一樣又有強化盾齁 所以大家打的時候真的要非常小心 這邊就是一樣拿出我剛剛說的耐性齁 這邊就是慢慢給他摸過去 那這邊的最後我選擇開了冰河的鑽石星塵齁 加上我們的我記得是子龍的變身二技 我應該是開了子龍的變身二技齁 因為在我們星石隊裡面 星也是有兼具攻擊的 所以子龍二技在星石隊 真的會非常的好用齁 那我們這邊天降下來的木星 都可以造成一波很大的傷害 對我們吃的主要不是木 就是吃星的兼具所有這樣 然後再加上冰河的鑽石星塵 這一關就過了 齁 好那接著來到第七關 第七關這個是 會把你的符石物化 那這邊不能消水 一樣消水他就反擊百分之百 那也是看到了骷髏頭 就不要多想了 就是 不能被他反擊到 絕對不能 那這一關的話是說 隨機經過四個人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 固定鎖你成員那四個 因為其實我自己試的時候 好像打了幾次都是鎖中間這四個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樣 可能就是固定鎖中間四個吧 好啦 反正這一關就是盡量不要去 也不是盡量 是絕對 絕對不能去消到水 消到水就完蛋了 好啦 那這邊他只剩CD 剛好我們星矢的變身一技 又再次跳起來齁 我們的那個 天馬會心拳 天馬會心拳 再給他吹下去這樣子 好那這邊就轉了一個武康齁 那另外有一件很重要的是 就是星矢對技的要消到 一組六顆以上才會有combo加成 好啦 那剛剛那一關 感覺是有一點點運氣齁 多掉了兩串光下來 天降兩串光 因為我們的星矢昇華 有增加光珠的掉落率齁 可是我覺得沒有那兩串應該還是OK啦 因為我們的天馬會心拳 也有自身攻擊三倍 然後再加上版面上 十二光十八星 欸還是反過來 十二星十八光 對 就反正整個都是攻擊珠齁 所以我們的傷害應該還 欸沒有那個天降應該還是夠的 好那接著這一關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酷炫的東西齁 這一關 叫做龍克擊碎 他就真的把你龍克打破了 你後面都沒有龍克可以用了 嘿那這邊一樣齁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就是不要消到暗就好了 對消暗的話他又會回血很麻煩齁 這邊就是盡量不要去消暗 然後多製造一點傷害這樣就OK了 一樣就是拿出我剛剛說的耐性 用這隊真的需要的就是耐性 那星死隊在玩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盡量轉直行四顆啦 只要四顆就好 就可以吃到攻擊的昇華這樣子 好那接著他的二血 是會把你龍脈儀歸零齁 所以這邊如果你帶超人隊的話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記得把龍克打開 不然你進去他就會吸收你的龍脈儀 然後他自己會減傷 我們就打不到他了這樣子 嘿那這一關一樣血量蠻多的齁 這邊我是選擇開了天馬流星拳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鑽石星辰拳 再開西歐 西歐就是會在天降一拼一模一樣的 符石下來這樣子 嘿那為了確保傷害夠啦 因為我們下一關其實你要說可以洗技能 也是可以洗的齁 所以這邊我就選擇穩健一點的方式 把招式都打開這樣子 然後轉了一個五康 再讓他天降下來變十康 那加上隊伍技的加成齁 來到了十六康 這樣子就順利帶走這一關了 好可以看到我們追打很多下打了十八一出來齁 所以其實你說這一對傷害不夠嗎 沒有其實很夠 好啦來那這一關的話是 恩大家有看到直行那兩行嗎 這個是邪惡符石齁 其實就跟鎖定符石一樣 只是變成說你看不到這樣子而已 那消到一顆減攻百分之二十 所以消到五顆的話你這回合就沒有辦法發動攻擊了 那這邊的話你只要一回合內把它消光 它就不會再出現第二次了 所以這邊我們一樣選擇穩健慢慢打就好了 一樣再拿出耐性齁 這一對耐性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好那這邊剛好天降把最後一顆消掉了 那如果沒有消掉的話其實也沒關係 就是再花一回合就好 可以看到說它打我們其實不太痛 恩對啦也是因為有血量加成所以感覺不太痛啦 那就一樣每回合回血然後慢慢帶走它就好 這一關因為只有光才可以造成傷害的關係齁 所以又更加的魔了 不過也沒有關係至少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就是慢慢轉過去就對了就OK了 好這邊來到最後了齁 就是把它帶走這樣子 其實這一關的話齁 這一關的話真的就是沒有什麼訣竅啦 就是一開始說的先一回合把所有的符石消掉 然後接著就是慢慢來了 真的就是慢慢來齁 你不用再多做什麼其他的事情 喔每回合回到血就這樣子 嘿 好接著來到就是我們最後的王關啦 其實也算是最簡單的一關了啦 因為這邊只有扣血百分之百 然後進場他又CD3 難就難再說你沒有龍克可以幫你補尾刀了 所以你就是必須三回合內帶走他 那我們這邊開了天馬流星拳 然後再開星矢的變身二技 一回合自身十二倍的攻擊齁 那因為變身前的一技跟變身後的二技一起開的關係 所以這個十二倍也會再跟天馬流星拳搭配 會追打齁 好那這邊就是開了整版的攻擊珠 然後再開CO 然後再開星矢的變身二技這樣子 嘿那就順利的把我們的貝莉亞帶走啦 OK那就祝大家也都順利通關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謝謝你的觀賞 還看的開心嗎 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個GP喔 也歡迎按讚我的粉絲團 鎖定我更多動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